Mobi在这儿,你是讲中文的小企业业主吗? Small Business Services小企业服务局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Small Business Services小企业服务局帮助小企业起步跟成长 Small Business Services小企业服务局还可以帮助你寻找工作 我们可以用中文提供这两种服务 现在就获取帮助,联系Small Business Services了解更多信息 大家好,我是赵璐,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在简短的投案出庭之后,前总统川普昨晚在新泽西州 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发表讲话 抨击拜登政府就不当处理机密文件起诉他 川普在讲话中说 今天我们目睹了美国历史上最邪恶、最令人发指的权力滥用行为 川普对支持者说 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一名腐败的现任总统 让他的头号政治对手因虚假和捏造的罪名被捕 而拜登本人和其他许多人都有罪 他们在拜登输得很惨的总统选举期间犯了罪 川普继续说 我不是那种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 我是遵守法律的人 是拜登和他腐败的不公正机构 认为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 如果当选,将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 调查拜登及其家人 川普在今天迎来了他77岁的生日 在昨晚的演讲中,他祝自己生日快乐 随后,他的支持者们放声高歌 为他提前庆声 川普还说,他在面临400年监禁的时候迎来了生日 川普目前涉嫌因非法持有国安文件 遭到联邦法院37项的起诉 曾在他任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波顿今天表示 任何正常人都应该选择退选 避免让共和党陷入候选人遭到定罪的窘境 几经周折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 经中美双方相订 国务卿布林肯将于6月18日至19日访问中国 美国国务院说,在北京期间,布林肯将与中国高级官员会面 讨讨讨保持开放渠道以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他还将提出双边关切的问题 全球和地区事务 以及应对共同跨国挑战的潜在合作 就在官宣访华的几个小时之前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应约与布林肯通上电话 双方就中美关系、台湾议题进行了讨论 据双方各自发布的消息 布林肯表达了美中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 以及为双边和全球问题所做的持续努力 秦刚则表示 年初以来,中美关系遭遇新的困难和挑战 责任是清楚的 他并就台湾问题阐明严正立场 强调美方应尊重中方的核心关切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以竞争为名 损害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布林肯原定于今年2月访问北京 但是因为爆发气球事件而推迟了行程 当时布林肯表示 他将在条件允许时访问北京 此后,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虽然美方持续释放访中的意愿 但是中方则多次表示 中美沟通关键在于美方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访华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举行会谈 并就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了三点主张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跟阿巴斯会面 习近平表示 中国和巴勒斯坦是相互信任、彼此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 面对中东地区局势变化 中国愿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加强协调合作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习近平提出三点主张 首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本出路 在于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其次是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 最后是坚持和谈的正确方向 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上形成的现状 中方愿为八方实现内部和解、推动和谈、发挥积极作用 中方还将推动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领奖力的国际和平会议 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 会后两人共同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勒斯坦国 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日本陆上自卫队今天发生18岁自卫官候补生 持枪射击三名同袍的事件 造成两死一伤 据悉嫌犯的目标是52岁的教官 而该名教官已被确认死亡 案发于日本陆上自卫队 位于骑步市的日野基本射击场 当地时间周三早上9点多 新队员在实弹射击训练期间 有人用自动步枪射击他人 三名自卫队队员受伤 送院之后 52岁和25岁的伤者死亡 另一名25岁的伤者受到重伤 涉案的一名18岁自卫官候补生 涉嫌谋杀未遂当场被捕 骑步县警方说 他已经承认开枪 疑犯4月时加入了自卫队 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自卫队基础教育 案发的日野基本射击场 由陆上自卫队第十师团管理 训练场主要用作自动步枪及手枪的训练 陆上幕僚长三下太臣就事件道歉 指该事件绝不应该发生在自卫队当中 防卫大臣冰田静一 事发之后也出面公开道歉 陆上自卫队已经决定暂停所有部队的实弹射击训练 根据日本警察厅的数字 日本去年共有4人被枪击身亡 当中包括前首相安倍晋三 宜兄山上彻野也曾为海上自卫队的成员 感谢收看本时段的新闻快讯 更多新闻资讯 请继续关注华尔电视 新闻最后再来关注主事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人类优独播剧ke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